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小晴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報 在今天我們來告訴大家重大的事件 包括了除了是保齡這個事件 我跟大家說有一個最新的發展 就是可能沒有直接講 但是現在的方向已經跑成 可能不是我們講到的是原來的 可能是細菌或者是病毒的感染 我現在來講到這個事情 他們就說應該不是所謂的米酵菌酸 不是米酵菌酸那到底是什麼 現在大家就說是不是所謂的醬油 是不是所謂的醬料 或者是有沒有可能是碰到了有毒的物 或者是到底有沒有人下毒 這個部分整個的發展你可以看到 已經不是朝向所謂的米酵菌酸來走了 那我們另外再來看到的就是國防部長邱國正的兒子 被爆出來有買春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國安局相關的單位很快的就已經做了一個專案小組 但是這個事情為什麼這麼的奇怪呢 有人就說是不是扯到所謂的這個520之前的改組 我是覺得啦 兒子要不要去買春跟老爸是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事件在今天掀起了陣陣聯誼 另一方面還要告訴大家就是唐鳳的術發部在今天被人家持槍開槍 但是他是打天空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這不是那麼簡單的喔 你在公開場合開槍的話 你可能要判處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這裡面是一個民宿的老闆 但是又扯到了他這個地方有曾經租給過詐騙集團 好 我們在今天呢跟大家講相關的事件 很多事情的發生都有他的原因 首先我們來講到的就是獨家的內容 保齡茶室這個餐廳 他竟然有一個密窟曝光 他竟然有兩個董事長 另外邱國正的兒子買春嗎 那我剛剛跟大家講的說 如果不是米醋醇酸的話 不是米醋醇酸的話 那到底是什麼呢 那今天我們來告訴大家獨家內容 我們看到的他有一個對外隱藏 沒有說出來的 所以台北市衛生局非常生氣說 你沒有跟我講我罰你三百萬 我們都知道他在地方有什麼有什麼店 對不對 饒河街有什麼店 哪裡有什麼店 這個是在維豐的店 他有一個英文叫EVB 結果我們知道他的董事長就躲在裡面 好 我們今天看到的董事長 除了我們講到的李仿軒之外 另外還有就是陳亦凡 陳亦凡呢也被說他的股東 他占股比較多 而且他仍是在台中喔 那我們就看這裡面還有一個最新的 他們相關人等都已經被限制出境了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整個事件呢 我們要跟大家來檢討的 或者來挑戰的就是 太慢了 還有台灣是誰的 我說太慢了是什麼 沒錯 就是這一次查有關於保齡案的事件 太慢了 太慢了我沒有說要分中央地方 我覺得中央地方都有問題 你知道嗎如果今天真的出事的是某一個權貴的家人 就不會這麼慢了 你知道這個事情發生最早從3月19號就有人吃 當然那個時候不知道沒有關係 可是你到最後李先生死亡的時候是24號 24號呢台北市說喔我動起來了我26號動起來了 中央說喔我26號動起來 那我請問你24到26在幹嘛 24到26在幹嘛 你知道不是如果不是26號當天新聞蹦出來的話 沒有人認為這個是個大咖大事啊 大家都覺得說啊就是吃壞肚子嘛 懦羅嘛什麼的你知道嗎 我肯定 我肯定衛福部昨天開專家會議 但是為什麼你要兩週才公布呢 王必勝在下面就說 喔我們要有這個相關的這個對照的這個標準品喔 這合理啊 因為你要做實驗 他到底有沒有這個米醋菌酸 你要有標準品 他說喔我們都已經採購了 所以我們就會送過來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就可以比對 我跟你講等你比對完都不知道出現什麼事了 這什麼什麼什麼樣的一個效率啊 你下週到貨 你下週比對 你告訴我兩個禮拜以後結果出來 你這什麼效率啊 你衛福部在搞什麼東西啊 實驗署在搞什麼東西 沒有人講你嗎 大家都覺得喔我們 對啦兩個禮拜以後再說 莫名其妙嘛 兩個禮拜以後再說 那當然這個如果真的是有人下毒的話 找不到跑到哪裡去了 那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尤其今天我當然不要講別人啦 我今天連我自己唸米醋菌酸 我都唸的KK 但是我不是衛福部的官員啊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喔 就是衛福部的這個部長薛樂員 他唸了三次都唸不出來 什麼叫做米酵菌酸 他唸不出來 但是你不應該唸不出來啊 你不是主管嗎 然後呢台北市長蔣萬安 他就說被人家說太慢了 他都說喔我有1999 我有1999 你有1999 我還不想講了 人家高雄 因為有人吃了冰有問題 冰馬上打電話給1999 馬上這個衛生局就衝過去 可是我們台北市不是這樣子啊 他就是說喔 喔吃壞肚子喔喔 如果不是媒體報導 就不是這樣子 好來告訴大家 尤其今天的衛生局開記者會 沒錯 蔣萬安今天找了各個局處首長 我必須講那個記者會是成功的 我也呼籲 你衛福部趕快找人開記者會 我建議不要找王必勝 我建議找羅一軍 形象比較好 但是你知道嗎 這整個開記者會好像跟真的一樣 很有那種好像在疫情的時候 阿中部長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你衛福部的這個問題之外 你台北市的衛生局講什麼東西 人家在問你說那個米條的那個 我們也說那個米條公司不能講 然後在這個北部 在這個所謂的南港 有一家公司也不能講 那後來又說大阪城 大阪城大阪城可以講了 那那家公司我們也講 等一下就講 那時候不能講 然後你知道台北市的衛生局說 因為他已經把那個 有問題的東西下架了 所以沒有所以 所以他就是不講嘛 那我今天告訴大家 另外一個挑戰就是說 台灣是中國的嗎 這誰講的 就是馬辦的蕭旭城說 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是中國的 我知道他要講的是 中華民國才是國家 可是你一講到台灣是中國的 大家就非常的生氣嘛 那我就說馬英九 你為了要見習近平啊 你還沒有踏上土地 你就說台灣是中國的 然後你說台灣不是國家 那我直接挑戰你嘛 中華民國台灣是不是國家 好我不要加台灣 我就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你就跟我們講清楚 然後被大家罵翻了你知道 覺得好像馬英九得了軟骨症 膝蓋跪下去 你這麼愛見這麼愛見 然後你知道嗎 馬辦的執行長 也就是蕭旭城 剛剛最新的 他又改口了嗎 他說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台灣跟大陸都屬於中華民國 其實重點在這裡 大陸是屬於中華民國 好很好 請問你馬英九 你到了北京見到習近平 你敢不敢講 你上次2015年在新加坡 你都不敢講 各自表述 你敢講大陸是屬於中華民國嗎 你敢講 我就跟你講叫小號 對不對 你敢不敢講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呢 我真的想到這一點 這到底是台灣有事 還是馬英九有事啊 然後呢 習近平 他為什麼要見馬英九 我跟大家講 年代晚報的觀點是 他其實是為了釣魚台 為什麼說為了釣魚台 好今天不分藍綠的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我們先講 除了我們講到保齡的這個果條的事情 國內第一例吃到了日本的小林紅麴 真的是七旬的老父 不能講老父了 太太 他就是兩個月就報喜慎 他先生都流淚了 另一方面中國的抖音 在台灣要找很多人來搜啦 說啊我們抖音啊 不是不是說怎樣怎樣 因為抖音在美國被拜登禁止嘛 就是說你如果跟 沒有跟你的母公司字節跳動 切開的話 我就禁止你 結果抖音就找了很多立委 在那邊搜在那邊搜 然後背書來說 找到的是民眾黨的這個立委 要來溝通一下吳春晨 那吳春晨他怎麼回應呢 而且在這裡我們要看到 又扯到了公關公司 還有一個我們要看的就是 柯文哲這樣不太禮貌吧 這是誰講當事人 就是泛歐綠黨的訪華團的團長 也就是鮑瑞翰 他直接跟韓國瑜爆料抱怨說 他羞辱我們耶 他羞辱我們說 我們的民調 我們的支持度比他低耶 然後直接講到柯文哲這邊 哇這到底怎麼回事 好我們在今天內容當中呢 首先來告訴大家的 就是保齡的事件 今天連環報 我們有一連串的獨家內容 首先來告訴大家的 就是我們一開始就收到封 說這個老闆躲在哪裡 李仿軒躲在微風的這家店 而這家店他是根本沒有告訴台北市 所以他因為這樣子就可能要被罰 最重是三百萬 然後剛剛大家本來以為他不來 他在五點鐘的時候就到現場 來台北市政府閉門會議 因為要講賠償的部分 那跟大家講今天還包括了 解剖罪心的狀況 現在就說啊 這個呂先生啊 還有另外一個楊先生 老先生他們兩個人傳出來說他們都四肢腫脹 而且眼睛突出 但是呢高大成法醫說可能是要裝葉克膜的時候 施打的抗凝血劑造成的 然後呢是不是他解剖按照高大成的說法 要從頭部開始解剖嗎 這個我們要看解剖的情形 另一方面台北市衛生局 今天下午也開了一個最新的記者會 他就是說你保齡為什麼隱匿這家 那這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在微風的EVB嘛 然後我們看到今天法務局在這場記者會也說 他要求四間公司出席 包括了保齡餐飲遠東百貨 台灣大時代的餐飲 這是負責在現場來找這些業者的 還有國泰產險 他說因為保齡投保國泰產險食品跟公共意外責任險 在去年的十月到期 就已經過期了五個月 所以呢薛熱員就說我現在要來罰他 我要罰他三百萬 但是你其他有保險啊 就是你遠東百貨有保險 然後你這個台灣大時代也有保險 所以現在就要來講這兩個保險的把它拿出來 讓大家能夠求償有門 那台北市法務局長連唐凱就說 今天你不說明的話我就罰你三萬塊 他就說遠東百貨A13保險公司是國泰產險 大時代廣場的投保公司是新安東京的產險 那已經要求這兩間保險公司 這是沒有過期的 你們就要來處理 而且他說這點我覺得蠻好 他說如果民眾想要來做這個求償或假扣壓 律師費都不用付 台北市政府幫你付 我覺得這點是對的 那我另外再來告訴大家 今天有一些不平靜 除了這個數位部辦公室 他是在博愛特區 被一個民宿老闆拿了長短兩槍在那邊開三槍 然後呢 還有吳宗憲女兒的店被人家砸店 另外呢 台志光又扯到母公司 扯到朱立倫的布置 以及賴蕭有秘密任務嘛 賴清德跟蕭美琴兩個月前說了什麼 還要告訴大家台中一家有名的焢肉飯 他那個肉放在外面 在巴哥給他吃到飽 有夠奇怪 還有高家於今天出庭 我今天想告訴大家是什麼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今天是觀世音菩薩 他的這個誕辰 因為今天剛好是農曆的2月19號 我們看到呢 觀世音菩薩 讓大家覺得很平和 不管大家的宗教信仰是什麼 像我是信基督教 但我覺得我看到觀世音菩薩 我都覺得哎呀真的是很平和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保佑台灣 讓我們不管是食安 不管是什麼 各方面都能夠很好 好等一下再有時間跟大家分享 這時候你要 你要做什麼事情才可以有財運 好那我們來告訴大家 在今天的內容當中 包括了什麼 包括我們要講啊 就是要解剖以後要追的 是不是下毒 因為大家說 你要講到這個米醋菌酸 很難啊 很難啊 為什麼等一下跟他講 為什麼很難形成 邱國鎮的兒子買春嗎 以及在今天我們看到台智光的連環報 母公司的台通光扯到了就是 朱立倫他們家族 尤其是岳父這邊 另一方面呢 述發部的開槍 今天連結到民宿 到底租給了誰 以及賴消的秘密任務 從昨天晚上的這個現場 非常歡樂的場面 我們再跟大家看 講到了什麼 以及告訴大家呢 就是小英今天建了 美國眾議院的軍委會 也就是伯格曼 那一方面我們還要告訴大家的 博敖論壇登場了 可是博敖論壇登場呢 我們看到他打的是一張諾魯牌 什麼叫諾魯牌 也就是跟台灣斷交的諾魯總統 就硬邀出席 好我們來看到在今天的新聞重點 在今天的新聞重點當中呢 我們要跟大家講到的 就是有關於保齡的事件 還有有關於邱國正兒子的事件 這裡面呢也都疑點重重 我比較關心的 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不是邱太太 不在乎那個 我是說因為邱國正的兒子 本身在國安當局 而且以前做軍情的 如果被所謂的 買春外面的女子介入到 會不會有所謂情資的問題 因為他跟趙天玲很像 他有很多照片都被公布 二十幾張耶 我們的報導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 你看我剛剛又念錯了 米孝俊酸 因為我不是衛福部長 我念錯 因為那個真的不好念 但是大家要知道 你現在就要看看是不是那個 我跟大家講 百分之八十不是那個 為什麼不是那個 現在相關單位很緊張 都在調查 對外是封口的 我先來看到在這裡 解剖追讀 到底有沒有人下毒 先三風暴 第一個就是 不是米孝俊酸 第二個邱國正的兒子 買春嗎 馬英九的台灣中國論 被罵翻了 第三個 衛福部空窗兩天嗎 台北市也空窗兩天嗎 台志光恐嚇警察公文曝光 那我先跟大家講的 在這裡先來看一下 今天九點半的解剖 九點半的解剖 包括了39歲的呂姓男子 66歲的陽姓死者 今天在板橋殯儀館解剖 很奇怪的 就是他們的眼部跟居體 都是有這樣子一個 腫脹的這個狀況 那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不是米孝俊酸 因為現在 大家懷疑說 為什麼其他的分店都沒事 如果你說他這個果條放在高溫 沒有處理好會這樣 其他店怎麼都沒有事 所以呢 另外一個就是 ptd的網友有說 果條它是不用發酵 它不是發酵製作的 所以它不太可能有活菌 而且你要形成這個米孝俊酸 你要有三十幾度的 含水含油的環境 你才能夠讓米孝俊酸 大量的防止 那所以不是的話 大家說在哪裡 阿不就說 啊是不是那個醬油 喔 擦到這樣黑色 是不是醬油造成的 那個油有問題 不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是劇毒耶 這個劇毒會弄到 大家懷疑你是米孝俊酸 它的劇毒是相當於 披霜的20倍耶 所以這裡面就是 為什麼包括了店長 包括了廚師 包括了店員 全部都在剛剛被限制出境 那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現場 就是呂姓男子 我們說他是很優秀 而且是投資天才 他的新婚妻子 首次現身 而且說話 他說3月24號丈夫死亡 立刻報案 要求檢察官相驗 他要為丈夫討回公道 而且在這裡 他對於第一時刻的三重醫院 對於馬街醫院 他都說他要保留 他應該要追究責任 他認為他們一開始 並不知道這個問題 有這麼的嚴重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 衛福部昨天晚上6點鐘 第一次召開了跨部會的專家會議 這裡面參加的人都很專業 包括了台大副校長張涮淳在內 有將近20個人 那大概8點多的時候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開記者會說 米孝俊酸可能性蠻大 但是不排除人為的農藥或重金屬 可是呢為什麼要下個禮拜再驗 我跟大家講這就是所謂的太慢 中央太慢地方也太慢 你不知道民眾是多麼的著急 我今天想知道如果不是這個果條問題 其他問題我們也要知道啊 你可以看到衛福部 薛日圓呢 他是說我們是26號開始查 因為呢雖然他有還原這個情形 我等一下還原 可是他在這個立法院 就被民進黨的立委 也就是林淑分批說 你知道嗎66歲的陽性宣偵 如果不是新聞出來 大家都以為他是懦羅病毒 太輕忽了 然後今天剛好行政院會 王必勝就到行政院會報告 他說24號食藥署 署長是吳秀梅嘛 他接到台北跟新北的通知 然後26號早上11點媒體報道 然後又收到台北市有通報三例 他們在當天26號有找毒物專家 晚上有通報法務部 27號就是昨天有專案會議 可是24到26號之間呢 他說中央也是在關注 什麼叫關注 就是24到26號我關注你 我眼睛關注你 你關注我你不做事幹嘛呢 這24號人已經死了 然後衛福部就說 也不能怪地方啦 他也沒有告訴我啦 反正我們就26號開始 那蔣萬恩怎麼講呢 蔣萬恩今天本來有個行程 他要跟侯友宜一起去做一個什麼開工 有的沒的 結果呢他就趕快取消了 跑到行政院會去了 表示說哎呀我需要中央 一起來協助啦 因為被說慢嘛 全部都推給1999嘛 結果他取消跟侯友宜行程 跑到行政院會說 我希望中央協助加速 實驗室的量能 你說什麼東西啊 實驗室量能跟這有什麼關係 你們如果現在做得很好 你早該前幾天就這樣做 你們現在做得很好 可是之前是荒腔走板 然後我們再告訴大家 現在最新的發展呢 兩死五危 我跟大家講啊 很多人就說現在多少例 現在已經到了十幾例了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數字 你看蔣萬恩出來講的數字 永遠跟中央講的數字不一樣 因為台北市本位主義啊 又不是我台北市 我幹嘛幫你爆 我就講我台北市 幾個人就好 所以觀眾看記者會 都覺得說到底幾個人啊 看不懂啊 那有一個 他兼記者會有更正了 有講說台南有一個 進到加護病房 那個因為在台北吃的 所以我也爆 全部都在台北吃的啊 你爆數字 怎麼可以爆 你爆你的 你跟中央不同調 到底幾個人 大家都回落了 然後你看到現在 兩個不幸死亡 五個命危 命危的 北一有兩位 狀況不樂觀 一個是四十歲 我們說馬來西亞華僑嘛 他裝了葉克膜 另外一個四十六歲的女生 三月二十一號 吃了找果條 馬街這裡 有一個四十歲的 無姓女性 據說住了大概 今天第八天了 家屬要換肝 三種五十三歲女性 三月二十二號 吃找果條 最新的就是台南市立醫院 五十歲的女性 三月二十一號 炒果條 那我們來看到呢 今天他們也看到 就是趕快要去扣監視器 我覺得這個有點奇怪 為什麼奇怪 明明信義分局 他已經二十七號 策錄了監視器 然後呢 今天早上又再去 可是你沒有廚房 你又去幹嘛 這是長官急著叫你去 你就去嗎 因為你已經扣了 已經策錄了 你又去一次幹嘛 然後這個果條供應商 大炸鍋 就是大阪城 它是在新北市中和的中山路 他追給三個中盤山 跟十個餐飲 所以現在呢 是不是負責人 傳出來背景是不是很硬啊 那今天名字還是被講出來了 就是大阪城 好 那我再來告訴大家 邱國正兒子的這個部分 邱國正兒子這個部分 這是一傳媒 不是黎智英那個一傳媒 他就是取美鳳的啦 有人就說 他是用了人家蘋果的那個名字 他叫一傳媒 總編輯曲美鳳說 邱國正的兒子任職國安局 涉及到違法嫖妓 有二十多張他跟女子的照片 國安局說 這個已經立案調查 勿忘無縱 釐清整個案情 邱國正他是以建軍備戰任務為職手 家庭事務 據要 他說有狀況 我絕對配合調查 這是他的兒子 馬伴呢 這個另一方面 就是講到馬伴的這個部分 另外再講 可是我在今天要跟大家說 今天大家講到了相關的這個部分引起矚目 可是 李仿軒的部分 也就是這個負責人 在剛剛五點多的時候 他終於是跑到了台北市政府 而且進行秘密會議 我們一連上的報導就來先看他的獨家內容 可以還給被害者 被害者的家屬們 一個公道 所謂的 你現在有什麼話想說的嗎 有什麼想要跟受害者說的嗎 面對記者提問 不乏抑鬱 保齡創辦人李仿軒 全程靜默 在律師陪同下 快步直奔法務局會議室 下午五點多 準時出現在市府 畢竟背上兩條人命 現在旗下餐廳全關 受波及的不只李仿軒一人 雞匆匆收拾東西 前員工拿著大大的橘色塑膠袋 返回餐廳 但這一間餐廳其實並不單純 其實保齡旗下呢 還有這一家 馬來西亞工會的蔬食餐酒館 不過呢 其實我們現在實體可以看到 現在的鐵門是已經拉下來的 而且人還擺上了 這個戰前營業的牌子 不過有民眾就透露 其實這一家店 直到昨天都排賽繼續營業 好 我們來看到呢 在這裡我們進到這個餐廳 會在威風廣場的這家 EVB馬來西亞風味蔬食餐酒館 出達精緻蔬食料理 但這回卻被揭露 和爆發中毒案的保齡茶室 竟然同屬一個企業 儘管餐廳看似鐵門緊閉 但卻被發現二十七號 還有營業 衛生局召開 記者會說明時也對業者行為 嚴重表達不滿 保齡這家公司 臺北市的店漏登了一家 他們今天補證 那但是就涉及了 史安法相關的規定 有刻意的漏報 這些職業的地點 那這一點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即刻也請 這一家額外漏報的店 立刻停業 好 我們來看到呢 在這裡相關的部分呢 逐漸的稍後還有報導 我接下來要看到 就是國防部長邱國正的兒子 陷入了這麼一個 買春的這麼一個事件 當然國民黨的立委 馬上就講啊 馬上就講說 因為這個到了520嘛 要有人事異動 所以故意就把這個事情 放出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應該不是這個原因 因為邱國正部長本來就傳出 不管是這次有沒有異動 他就算沒有異動 他到第二波的時候 也會有所異動 但是他兒子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剛剛已經講過 比較在意的是在於說 他兒子從事的工作 跟軍情相當的密切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一傳媒的總編輯 曲美鳳來報這麼一個料 而且說有20多張 他跟女子的合照 國安局立刻說 早就已經成立調查 現在絕對會無往無縱 那我們來看到 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邱國正他根據了解 他的兒子 本來是國防部 軍事情報局的人員 後來疑似是回台灣 任職在國安局 有人爆料邱國正 接國防部長的原因 被疑為說是照顧 在國安局服務的兒子 當時就是爆料 就覺得很瞎嘛 怎麼可能 你現在不管怎麼樣 邱國正本身就非常的優秀 不過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內幕是在於說 特定媒體被爆料 疑似邱國正兒子 涉皇的相關資料 有疑超過20張 跟各個應招女子的照片 跟還有疑似數段的這個影片 但是我要講 為什麼都要講疑似疑似 因為現在的AI AI你已經講到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樣了 我覺得這個事情 如果說是有沒有買穿 是一件事 可是有沒有這麼多的照片影片出來 有沒有可能AI或造假 這個很奇怪 那我們跟大家講 還包括了什麼 因為在這裡 我們知道國民黨立委就說 這扯到520的人士 那我再來跟大家講 這整個的事件的發展 當然是相當的受到矚目 我們的報導就來看 這相關單位立刻就展開調查 出國正兒子似乎要拿著 證明自己身份的照片 另外還有超過20張的印交女子照片 更離譜的是 竟然還有親自寫下的心得報告 邱國正曾經在訪談時 好幾次提到自己和兒子的故事 可以看出父子情深 但現在涉嫌進行性交易 國安局表示已經立案調查 如果有違法會依法就辦 國防部並沒有否認 也沒有承認媒體報導 邱國正接任國安局長時 也曾因為父子兩人 一同在國安局工作 備職一關說 這一次在接近520的 敏感時刻再爆逃色事件 國民黨立委認為 可能是民進黨政權交接時刻 因為搶位置而放出的消息 520將到了 現在一堆怪怪的事情也開始發生 好我們來看到 當然大家可以 什麼樣的一個天外飛來的想像都有 但是我認為這個相關 怎麼的影片曝光 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沒有扯到中國方面 這個是我比較在意的 因為他畢竟工作的地方是比較機敏 好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接下來往下追一連串的獨家內容 我們知道保齡這個事情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 現在得到的內部的消息是 他根本不是所謂的 我們講到的這個所謂的 我那個名字不要講錯 米醋米酵菌酸 還好我不是薛瑞源 他不是這個米酵菌酸 不是米酵菌酸那是什麼 那這裡面就懷疑說 可能是人為的因素 有的是故意的 有的是不小心的 可能是什麼東西加了進去 那也有專家就講說 如果說像是農藥吃到農藥 他不是當場立刻斃命 他會拖個兩三天才會出現狀況 那我現在往下挖的是什麼 是我們的獨家報導 先來看到的 先看看今天的解剖 解剖的內容當然是很難過之外 另外我們看到的接下來往下追 往下追就是包括了台北市政府的人員 跟台北市勞工局的人員 要到他這一家公司 就是保齡的總部的這家公司 要到現場去查 就現場因為剛好有旅行社 所以他們就不讓他進去 不讓他進去 我們看到仍然到後來是進到這當中 那我們再看到在這裡整個事情 就是處理下來的部分 我們知道最新的狀況 就是呂七就是三十九歲的呂姓男子 他的太太質疑三重馬街醫院 有疏失要提告來究責 而且保齡茶室二死之後 中毒人數激增 負責人店長廚師 全部都被限制出境 好我們的報導 先從呂太太的首次現身開始 我在先生死亡的當日三月二十四號 第一時間選擇報案 請檢察官來相驗 就是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 頭戴黑色漁服帽 全身包緊緊 雨帶悲痛 一度哽咽 還是堅強出面追求真相 他是保齡茶室食物中毒案 死者呂先生的妻子 二十八號早上九點半 和老公的妹妹一起到板橋殯儀館 等待解剖報告 好我們來看到另一方面 還有就是要來追另外一個董事長 我們知道除了原本的董事長 李仿軒之外 還有一位陳亦凡 他的大總部是在台中 繼續我們的報導 保齡公司除了做餐飲 還開了一間旅行社 而裡頭的員工當時一度以為 來查訪的市府人員是媒體 堅決不開門 直到市府人員狂按門鈴 秀出識別證 員工採訪行 勞動局人員在裡頭約談大約半小時 出來後面對追問 只說是在執行公務不方便回應隨即離去 不僅如此 稍早也有市府官員找上門 市府官員一早到保齡公司送公文 請負責人到市府出面說明 中毒案風波持續延燒 另一名大股東陳信負責人位在台中的公司 也被棋底 兩間旗下公司分別都位在五泉五街上 一間同樣也是餐飲業 一間則是商旅 都是登記在陳信負責人底下 目前都是營業狀態 但實際應門無人回應 疫情的時候就欠了很多巨款 那我我自己蠻正念的 我沒有想要倒閉去解決這件事情 而我是真心想要趕快把事情解決 好我們來看到是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但另一方面我們再來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想瞭解到 那他到底賣到哪些地方去 因為本來說不能夠講的大阪城 現在也可以說出來了 那我們再看到在這裡 這個是剛剛講到 另外一位陳信董事長 你可以看他的名字叫陳亦凡 陳亦凡他持有的股份 來到這個地方 他絕對是比我們講到的 李仿宣還要多得多 那除此之外 我們再看到這個事件 還包括了就是那些大阪城 賣到什麼地方 他有中盤商 而這個中盤商呢 我們知道已經查出來 就是紅旗食品 他的位子是在南港 而且查出下游供應 台北市有五家小吃店 還有新北有五家小吃店 台北市的五家小吃店 包括了在北投非常有名的 麵條餐廳 以及在這裡 我們還要告訴大家的 這個事件呢 到目前為止 也有一個最新的發展 這最新的發展呢 就是有關WL 就是針對他所謂的相關的 在這裡面 3月17號到3月25號 一共九十一筆的消費紀錄 全部都要釐清 要知道到底多少人 在那段時間到保齡去用過餐 繼續是我們的報導 一包包米粉米苔木 裝進紙箱內貼起膠帶封存 堆成好幾座紙箱牆 這處工廠就是保齡茶室的果條供應商 二十八號一早 衛生局匯同金發局來到這裡 下令廠商全面停業 我們打包我們在整理環境 我們還在送後 我們還在送的 我們還在送的 衛生局已經在查了還送 店員忙進忙出整理 食品也不能賣了 不僅要交由衛生局來復驗 同時還要應付來退貨的攤販 明天開始就不會再營業了 好 我們來看到呢 在這裡面就是明天不會再營業了 但是我們來看看 這個當中的這個南港的這家店 也就是紅旗現場 位在北市南港的紅旗食品行 是板條的中盤商 供貨給雙北多間小吃店 板條 果條 河粉也通通暫停供應 不僅台北市衛生局 徹查相關食品工廠 現在各界也抽絲剝繭 要找出致命原因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我們在這裡還包括了 要告訴大家 今天不平靜的 就是在術發部 被開槍的這麼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引起矚目 大家要看的是 到底是誰拿了一長一短的槍 事實上呢 在這裡有兩個重大的發展 第一個發展是 他本身是一個民宿的老闆 他是民宿的老闆 他哪來的槍呢 他就說他是在網路上 跟人家拿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因為你知道進到了 這個博愛特去開槍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另一方面還有呢 就是四叉貓就講了 四叉貓說什麼呢 他說你這個事情啊 就是因為他把這個民宿 是租給所謂的 這個詐騙集團的機房了 我要看到 來 你給我一隻二 我要講到在這裡 我要講到這個事件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可以看到呢 四叉貓劉宇就說 一切謎底都解開了 比對過去的新聞報導發現 張姓男子在2020年的時候 把位於南投 清淨農場一帶的民宿 出租給詐騙集團 當機房來使用 他說難怪你會這樣子啊 術發部是處理詐騙集團的事情啊 你今天去跟他開槍 真的是笑死 可是這個是四叉貓所公布的 我覺得這個還要求證 他是有比較說 這就是同一間的這個民宿 好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這開槍的狀況是如何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這個呢就是他拿了兩把槍 今天早上10點20分到博愛特區 而且他是朝空開槍 他的理由是 他不滿民進黨抗中政策 導致陸客不來 再加上認為 術發部只會亂發錢 這個詐騙沒有做好 所以這裡呢 他是有制式的散當槍 還有改造手槍 54歲的張楠是南投民宿的老闆 兩岸關係急凍之後 他認為他受到了影響 但是真相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我們再來看到 按照這很嚴重 槍炮彈要管卸條例 第七條第一項所列的 你在公共場所 公眾的立方 如果開槍的話 或者朝公共場所 公眾得出入的場所 開槍射擊 都是一樣哦 你要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病科新台幣 1500萬以下的罰金 這個好像比我們想像的嚴重吧 大家可能覺得說 又沒有打到人算了 哇這個按照法律是這樣子 那術發部呢 他詐騙 我真的覺得詐騙做的不OK 我的評論是 我覺得他詐騙做的不OK 但是他有一個貢獻是什麼 這個就是他前一陣子27號不是宣布 低軌衛星跟中軌衛星即將建立成功完成 你知道如果建立成功完成 我們臺灣如果遇到像烏克蘭一樣 被中國把我們的通訊系統都打瞎了 我們其實是可以自己運作 這一點 術發部是做的不錯的 但是你就會因為他詐騙沒有做好 你就拿去開槍嗎 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們看看以下的報導 碰到一身一陣火光炸現 頭戴登山帽身穿迷彩裝的男子 帶著長短槍來到術發部 對而監視器以及門口連開三槍 而他似乎也不想傷及無辜 在開槍前還揮手感人 甚至開槍後他也沒逃跑 乖乖坐在門口等待警方到場 並高舉雙手配合逮捕 愛發現場圍起封鎖線 黑色密密麻麻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二十八號上午張信嫌犯 帶著一長一短的槍支 目標就是位在臺北中正區的 數位發展部 而且還一度闖上部長唐鳳的 辦公室樓層 等一下那到底他的背景是如何 繼續是我們的報導 民宿員工透露老闆這幾天 心情的確不太好 很苦惱沒有客人一直消錢 但是對於老闆的開槍行為 完全不知情 好我們來看到這個事件 就算是在怎麼樣的心情不好 你拿了槍跑到了博艾特去開槍 這個難以想像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講 今天還有重大的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有關於 臺志光的部分 有非常多的案子都爆出來 爆出來其實對於蔣萬安 對於柯文哲都非常的不利 那當然還有包括朱立倫 這個跟朱立倫有什麼關係 這個就扯到了朱立倫的岳父高玉仁 我必須講說高玉仁他其實也有聯絡了我們 就是有回應到說相關的部分 我們把這個部分跟大家來並程 為什麼扯到高玉仁應該就是講說 台志光的母公司 所牽涉到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就是今天早上 在立法院當中立委吳思瑶就說 朱立倫的家族那長期以來是 台志光的母公司台通光 佔有相當大的股東跟影響力 希望朱立倫能夠講清楚說明白 按照他的說法這個消息 其實在2014年就蹦出來了 台志光的母公司台通光 從2000年朱立倫的岳父高玉仁 擔任董事之後就積極參與政府的標案 2001年朱立倫擔任了整個立委台通光 他當時台通光就在這個時候取得47個標案 2009年到2010年朱立倫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台通光跟台電有上千萬的標案競標 粗估金額達到135億的政府工程案 那吳思瑶說朱立倫也是母公司主要的股東 那他就講到這裡 那我們也要查什麼叫做母公司主要的股東呢 我們查一下朱立倫那個時候是高市企業的股東之一 持股1.05%市值大概是200萬元 那不過對於這一切像講到台志光 對不對大家都說 因為背後這個母公司有扯到了就是朱立倫的岳父高玉仁 那高玉仁就回應說 家族投資公司就是玉華投資 他的確在民國86年有投資還沒有上市的台通光 台通光就是台志光的母公司嘛 但是他說100年當台東光上市之後 他們就完全突破此果完全退出了 所以101年台通光投資台志光 然後跟台北市政府簽約的時候 他們完全沒有關係 那不過呢在這裡民進黨繼續的追殺 就是說不能講追殺追咬 就是說你這個裡面有資訊呢 2014年就爆出高玉仁高市開發企業為核心 交叉持股20家企業 像輪飛電腦輪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被外界戲稱這個是朱立倫的飛翔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是有關於台志光母公司的部分 那有關於台志光的部分呢 這裡有對他很不利 他非常的囂張啊 他說這裡面是誰爆出來呢 簡書培爆料說 其實他過去就嗆說 你如果是否不同意2200塊的費率我斷網 到時候你台北市警察局長張榮新還要不要干 然後呢簡書培就公佈了這個公文 這公佈裡面寫什麼 就是說電信服務費若不能夠即時回收 將依電信管理法第八條第三項 錄影監視系統專用網路 我就把你斷訊的措施 好這是一個發展 另外還有第三個發展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裡柯文哲被人家說了 說你根本就是假的嘛 那個時候聯政委員會 本來要成立一個案子來調查 結果當時呢柯文哲推給了副市長鄧家基 雖然聯政委員會提出質疑 最後卻是草草決議 暫時不立案調查 他痛批說你柯文哲連召開 聯政透明委員會都做半套 然後另外大家也發現 五都當中除了台北市 他們呢跟中華電信簽約都簽短約 就是不理解為什麼台北市 那個的市長是郝龍斌 你為什麼跟台志光簽約 而且一簽簽25年 今天我們看到了就是包括了黃珊珊講 包括了王世堅也講 那不就是另類的白綠 一起來批評你好龍斌嗎 好我們就來看看這個部分 那蔣萬安怎麼說呢 好因為開會了 我們先開會了 我們先回會來講 轉身匆匆離開 台北市長蔣萬安現身行政院 要趕著參與行政院會 討論保齡時安風暴 但台志光這一頁能輕易翻過去嗎 議員減舒培再發出公文 台北市議會刪減一千九百萬的監視器預算之後 台志光不只不願意配合與警局再次議約 還在公文中寫到二月二十九號之前 沒有完成繳交電信費就要斷訊 大喇喇威脅台北市政府 我們的態度一直非常 就是在這裡 然後今天這個部分 因為呢 郝龍斌是國民黨的 蔣萬安是國民黨的 所以就是什麼都不太敢說嘛 那另外再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講到的還包括了不平靜 就是吳宗憲的女兒 他的咖啡廳被人家砸 開砸到底為什麼 還有賴銷的秘密任務 想知道一下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開砸部分呢 他是在東區的一個咖啡店 那落網了 落網以後呢 他就說哎呀 不滿你的爸爸吳宗憲主持風格啦 可是他就說不可能吧 因為這個店以前 2018年生意不錯的時候 就有人被人家撒金紙嘛 那現在這次傳出說是金錢糾紛 但是相關人等都很低調 就是說不滿你的主持風格 好那我另外再來告訴大家的 就是賴清德跟蕭美琴 昨天的合體有一些彩蛋 彩蛋是什麼呢 就是昨天合體之後呢 蕭美琴爆出兩個多月前 賴清德曾經跟他討論 一個秘密任務 就是說有好幾個邀請他參加的 國際論壇 國際連結的 他希望蕭美琴能夠多多參加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是賴清德在內閣的部分 要借重蕭美琴的外交 讓他多發揮 那昨天晚上很溫馨 賴清德抽出最大獎3萬塊 給一個即將要退休 17年的資深清潔工 蕭美琴說本來他要拿 立陶宛的巧克力 大家不願意 所以他拿了兩個紅包 我們追查一下 一個紅包是1萬塊 好我們再看看這個 台中的網友說 現在大家食安很重要 水南一個很有名的烤肉飯 我在肉放到外面都給巴哥吃很多 業者就坦承說是我疏忽了 我們是先低溫 先低溫錢先給他沥水了 就在那邊道歉 那高嘉瑜出庭就是他當時在韓國 侯友宜選這個總統的時候 他就說他當時呢就是不但是逃漏稅 而且施壓國稅局補稅 那這個部分呢今天到現場 他出庭跟檢察官說明這個部分 他說其實有關於大群館 或者是凱旋苑 這是同一件事 早年叫大群館 後來到凱旋苑 2018年都有相關的資料啊 好我們就來看到呢 在這個事件當中 先從吳山儒的店開始 就是這個事件 另一方面在一分鐘之後回來 中國的抖音 找到民眾黨立委要溝通一下 你要溝通一下嗎 你要瞧什麼東西 這個事件怎麼回事 還有我們要看到的 國內真的出現了吃小林紅麴 而洗腎的案例 老公哭到不行 馬上回來 好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先跟大家講 這次這個事件 為什麼說呢 可能朝向有人為因素 因為很奇怪 他們就說 這次3月19號有發生兩起 3月21號三起 3月22號四起 3月23號三起 可是3月20號沒事 然後呢3月24號被查出來以後 就完全沒有事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這個之外呢 就是小林紅麴的部分 這裡呢有一位高雄的 陳姓男子說他太太 他們兩個大概都70多歲嘛 就是去年3月開始吃 大一生劑的紅麴膠囊 吃了兩個月就開始急性的 腎臟病去洗腎 他看到這個事情 新聞爆出來就說 啊我太太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呢大運生劑就說 前天收到陳姓男子的信函 會跟日本方面來進行求償 可是我們看到食藥署的說法說 現在是在下架名單當中 他還要再做進一步的瞭解 但家屬面對這個情形很難過 他說根本就是等死啊 一路陪太太經歷洗腎的痛苦 陳先生忍不住紅了眼眶 家住高雄70歲的陳太太 是在去年3月 因為腹瀉沒有食慾 胃寒 到醫院診斷發現 是急性腎衰竭 5月開始洗腎 陳先生直到最近接到生計公司 簡訊要求停止使用紅麴產品 才想到太太曾經使用小林製藥 紅麴食品長達三四年 懷疑是因此導致 為了這樣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大家看了也很難過 所以吃很多東西要小心 另一方面 這兩個政治事件都扯到了民眾黨 民眾黨為什麼呢 我先講抖音的好了 抖音這個事情就是出現了 要在台灣的立法院當中游說 那我們知道在這裡傳出來 就是說他找的是誰 據說找出來是找民眾黨的吳春成 但是吳春成說 這跟抖音邀請完全沒有關係 我沒有被邀請 我對一切毫無所惜 怎麼講到我身上 黃建豪就說 TikTok抖音有跟我們聯繫 希望拜訪 但是我們太忙 沒有見到 他是國民黨的 那我們就來看到 原來這個事情是 國民黨立委黃建豪 跟侯孟凱公開表示 有收到TikTok抖音的邀請函 希望能夠說明 抖音的這麼一個平台 那傳出抖音專門邀請 能夠影響到的部分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不敢去 然後在這裡 就是侯孟凱說 有立委指出 TikTok是透過民眾黨立委 吳春成的公關公司 向立委們寄出邀請的 但是他當然是否認 廣告就回來 我們來告訴大家 原來告了欲狀 告了欲狀說 柯文哲說 我的民調比你高很多 這到底怎麼回事 另一方面還要講到 大家說這個果條 燒到了北投知名的麵店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告訴大家 就在今天晚上 就是小英跟蕭美琴 可以說要來參加 在萬豪酒店的一個重要的 美國商會的謝年飯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的 現在講出來 除了馬英九要去北京 可能見到習近平之外 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 五月要到山西的五台山 有一個道場參拜 而且傳出來 另外要參拜神農大帝 過去是連戰吳伯雄 洪秀住去的 現在呢 是由國民黨前秘書長 李乾隆 五月上旬要去 好我們看一下呢 就保齡的部分 另外一個董事長出來了 是女性陳亦凡 陳亦凡持有的股份 854萬股 但是李仿軒 只有15萬股 那很多跟他名字相關的公司 有10家 但是不見得都是他的 可能是同名同姓 比較可能這個我們看到 五權五入的 我們就來看看陳亦凡 剛剛到台北市政府來說明 看到的就是現場的這個情形 好的 廣告之後 回到現場 歡迎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街的表現 是下跌了10塊錢 收在呢 769塊 還有今天呢 是觀音的誕辰啊 那裡面就說 你要不要慾望太多 早上9點到11點拜觀音 不好意思 已經過去了 新陳哲林 我們再看一下 就是泛澳綠黨 當面告狀 說柯文哲嘲笑 他們得票率低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現場 這個現場呢 就小英跟蕭美琴 要在現場的這個部分 那一方面再來看到